我來,你來,我來就演 重點來了,大家玩過頭了 好啦,那我來,相信大家早就認識這兩位美女了,是嗎? 是的 movie Tanya,先玩過頭了 好,來 好,Tanya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你本身做了什麼呀,和認識了這間店多久 我本身是一個全職媽媽 就想著專心照顧孩子和照顧家庭 就認識了一年八年 最初沒有想著發展 想著用一下和搞定那個年輕人就OK 其實過去這兩年COVID的時間 在你生命中發生了些什麼事? 在疫情的開創 我想是第一波的時候 我是有一些恐懼的 我想這件事很多人跟我一樣 沒有想過原來會來到這裡 但我那個恐懼 我不是害怕自己中招 我當時是害怕 我是害怕會害怕 因為我一向不太看錢 但我經驗過SARS的時候 當這個疫情一過的時候 其實經濟會蕭條 其實很多人都會失業 我就覺得死了也不要緊 你不死得要捱那個窮 我覺得就是其實我有那個恐懼 有一個危機感在那裡 是的 OK 我反而在那一刻想 當全世界都很害怕的時候 我不應該要跟那些人一起去很害怕 是很焦慮在那件事裡面 或者我有些事情可以做 或者我也可以帶身邊的朋友去看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害怕是解決不了這件事 那當時你做了些什麼 其實我很老實說 我又不是做了很多 我只是把這個感受去分享給別人知道 我這樣看 然後看到很多人去找很多東西 可能去找初手去追求那些東西的時候 好像什麼都搶 對 每次都搶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也有些東西可以幫到 其實有一點點忐忑 因為我有想過 好像叫做 發死人才 就是瘟疫才 我心裡面總有這些關口 不過我沒有得理 其實幫到其他就幫到多少 他買不到我就幫他買 他再買不到就 看到很多 原來可以DIY的 就跟他們一起DIY 那很大 那你也過了這個心理關口 嗯 我很好笑 過了這個心理關口 是 我看到別人將那些滴露 那些火酒 炒到很高的價錢 然後我其實都心裡不甘 如果我不分享的話 我的朋友就去找那些東西去買 很特別的 我當時的日中 他說 很多人買也好 公司會選擇那些時候 減價便宜些買給你們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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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些東西對相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覺得我更加要做好這件事 其實都真的挺特別 作為一個生意模式 是嗎? supply and demand 就是你economics one-on-one都知道 這麼多 demand當然是炒價 但是竟然他不懂 還要知道你害不害怕 所以我覺得 其實生意本身的 business model 真的和其他人不同 所以你就見到他不用多些價錢 不用給炒價 我們肯定是more superior 更加高質度的產品給他 所以你當時就做了些什麼呢? 其實我很老實說我真的沒有張法 我沒有說那些什麼 即刻擴展團隊那些 我純粹是給一個關心身邊的人 關心他們 看看他們有什麼需要 就是這樣去協助他們 但是其實跟朋友 我的朋友 跟他們其實緊密地聯絡著關係 他們一知道有需要就來找我 我就好像去 要出動了 要給他一些東西 要給一些東西給他 有什麼使命感 對 這個就是我在裡面最開心 我覺得在那個期間 令到好像有些爆發 在那個生意那裡 對你來說 那個生意上面 也都是在疫情上升了 而不是跌了 對 其實每一波都是升了 好 OK 所以你簡直就是把一個所謂危機 轉化成一個商機 可以這樣說 對 那真是你深深分享 就幫助你身邊的人 對 對 我覺得Yone Fing的生意 其特之處是 很多時候 我們未必是 由那個業績 或者錢的角度去做 而是 我們看到別人的需要 然後 去復興他們的需要 去給他們一個價值 所以我經常都聽到一些人 好像很尷尬的 我好像不懂得 不懂得怎麼做 那你會給他們什麼推薦呢 如果他們好像 哎呀我不知道 我不懂得做生意 我不懂得做 我不想跟別人推薦 你會怎麼跟他們說 我有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你看我 我都不會推薦的 你有沒有覺得我推薦過你 其實連我都做到 你都做到 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他應該看著我的成長 第二樣是 我真的不是推薦他的 是因為我是看到他有那個需要 他自己是有那個需要 我是協助他去解決 真心說 協助他去解決 他當時遇到的困難 和那個問題 如果他很需要找工作 找工作 他可以試一下 年輕人這麼好 這是我真心覺得 看到他辛苦 我看到他健康上面有需要 我就給他這個 所以其實 你找中對方的需要 你就會很舒服 你覺得這兩年裡 真的有些朋友 在工作上出了問題嗎 有的 有人是對著自己的工作 很不開心 或者他好像走不出去 好像他覺得沒有選擇 我覺得人最慘是沒有選擇 而你又有年輕人的話 我沒有叫你馬上放下工作 他可能現在的工作做得不開心 或者經濟有些狀況 即將來很有危機感 不如告訴他 其實你有多一個選擇 我曾經都好像你這樣 我曾經都好像你這樣 有這個困難 我曾經覺得自己沒有經濟的需要 但我正正是因為我 年輕人是 我也不知道發展了 但 但 但 原來當我的危機一出現 我發覺 幸好我有年輕人 如果我沒有 我這個難關 我就很難過了 我告訴他自己的經歷 和故事 他自己 我都想像你這樣 我都想像你這樣 有些收入 我其實都是這樣 說一些故事給他聽 OK 非常之好 謝謝大家 謝謝 Attention 我們都 看著你 Row Crown Diamond 其實你應該不用做了 這兩年 你為什麼好像還在忙之前 你為什麼好像還在忙之前 這個問題 這麼巧 就是在 我想幾個禮拜前 在一個 也是在做直銷的一個朋友 不過不是Yung Living 的人 問我 她說 你去到這麼高的位置 為什麼還要這麼辛苦 這麼忙 這麼忙 應該上了忙 對 上了神台 那些人最喜歡這樣說 我自己覺得 其實 我做Yung Living 是有一個 自由 就是 自由 其實你看到 很多很有錢的 李先生 每天都很勤力地上班 然後 我的偶像 Tony Robbins 很有錢 巴菲特 都很勤力地上班 都是很勤力地上班 其實Yung Living 可以給我的自由 我們經常說 財富自由 其實不只是財富自由 自由 不是代表 我賺到很多錢 什麼都不用做 自由 自由 是可以讓我們 可以在任何的地區 任何的時間 去做我們自己 喜歡做的事 例如 我其實現在 疫情 我可以在家裡 安在家中 和大家Zoom 是吧 before 疫情 我有另外一頭家 我老爺奶奶 是在加拿大住的 我每年都要回加拿大 我每天都在加拿大 我每年都會回加拿大 我每年都會回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探親之餘 我又可以繼續 我的商業 因為Yung Living 整個商業 是全球的 你去到哪裡都可以做 即是像我去KL探國朋友 對 對 然後 我知道最近 有些人是移民 對 你在香港 辛辛苦苦 建立了一個商業 你又可以 帶到那邊 繼續做 對 很厲害 對 然後 喜歡做的事 你可以選擇做 不喜歡做的 你可以選擇不做 我自己是很喜歡說話的 我會做很多的分享 以及很喜歡見人 可能有些很不喜歡做的 DIY的工作室 我就選擇交給我的 喜歡做DIY的朋友做 可以做 那這個就是 自由 就是真正的自由 是的 我現在 看到我幫我的團隊 去建立他的事業 去幫了那麼多人 然後去分享 那麼正的產品 然後看到他們生命的改變 這個其實是最大的動力 我自己繼續做 那麼有很多時候 有時候我也不願意的 譬如說我不願意什麼呢 我不願意早起床去做 即是去做那些訓練 但是雖然我不願意 但是我也會做 因為我做完之後 我很開心 所以我又會做 所以 其實 這個就是自由 嗯 是的 剛才我們說的Energy 他就是 充滿了那個 Motivation Gap 其實你可以早起床 但是你願不願意去做 是的 還有終於會不會做 就是那個Motivation 沒錯 很明顯 Gradley的Motivation 已經是非常之高 我覺得 我覺得 Young Living 跟其他的直銷公司很大分別 就是很多愛 是用愛去建立那個商業 而不是用金錢去對砌 即是我很喜歡 Sylvia一開始 我說什麼 我要養層 什麼層樓 有什麼 什麼 我不會說 哈哈 後車豪宅 後車豪宅 然後 四個慣又四個慣又四個慣 我從來沒有說過 沒有聽過 Yung Living的人這樣說過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很慶幸 我是進來 Yung Living這個大家庭 正如剛才 我們有位 主持人的分享 其實 Corbert 他的主持人 他沒有說過 任何要出數 今個月你簽了多少人 那些 我覺得 這些其實是很短線的 我自己的經驗 如果專注於金錢 是很短線的 但是如果是用愛出發 如果是用愛出發 譬如說 Mary Young經常說 如果你是用心去幫人 別人是感覺到 然後他們再去使用產品 去加入成為會員 其實這個才是最終的目的 我們看到 用錢先的人進來 其實很短線 因為你做生意也是一樣 你做生意 你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當你不夠愛這個產品的時候 或者不夠愛這個公司的時候 你很容易遇到一些的挫折 你就會放棄 或者是去賴公司 或者是賴公司 你知道我們的IT的系統 挺正的 對 很多 或者很多罷了 當你不夠愛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放棄 然後自然就離開 對 有愛就會包容 所以你就會繼續下去 我覺得 今天講理論 很好 很好 因為其實 我們一做了 組織 去分享的時候 大家其實已經是 主持人 沒錯 主持人 有分很多種 最低層次就是 那些人要跟你 聽你說話 跟你做的 是因為你在某一個位置 可能因為RCD 或者因為是 因為是 總管理人 我要聽他們說 但是 我們要學習 如何去到領袖最高的 級數 還是那個 那個級數 就是 如何去運用我們的感染力 運用 運用我們去 inspire他們 令到 他們做的事 是我們想他們做的 而我們不需要直接開口 叫他們做 我們想他們做的事 這個就是 最高層次的領導力 這個就是 努力 我覺得 這個很好 我們剛才說 他看到你做 他起碼有些 inspiration 如果你只說 他期待他們做 這個就 是 但是他看到你 他學到你 他follow到你的 策略 的時候 就更加可以 真的做到 inspiration 是的 我很喜歡 Sylvia剛才說的 Expectation 這個我們最近都很喜歡說 就是 我們其實要用平常心 我們經常很喜歡用 我們經常 Joanne 提起了一個 Serenity Prayer OK Serenity Prayer 英文就是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ose those that I cannot change and courage for those that I can change and also wisdom to differentiate 什麼 to tell the differenc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中文怎麼說呢 就是 這個是一個 禱告 是希望 求神 賜予我們 是有一個平常心 去接受 一些我們改變不了的東西 去拿一個勇氣出來 去改變我們能夠改變的東西 然後 亦都有智慧去分辨 哪些是我們可以改變 和不可以改變的東西 所以 我們能夠改變是自己 但是不能夠改變 就是人家做不做 或者是 人家用不用的那些產品 人家做不做會員 或者是人家製造不製造 人家做不做 workshop 或者是 那個system 會不會 買不買到產品 這些全部 我們是控制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控制不到的東西 唯有 用平常心去接受 所以我們有自由 叫做acceptance 亦都要有一些 courage 就是我們勇氣 要去改變我們能夠改變的東西 就是做好我們自己 做好榜樣 所以我們有自由 叫做valor 就是勇氣 這個我覺得 我們最近都很常說的 一件事 就是 做了 盡力做好自己 然後 不要帶有任何的 expectation 因為 如果我們 例如我們跟一些 別人說話的時候 我們有 expectation 或者我們對著一些builders 有 expectation 他們有 expectation 其實他們是有 expectation 就是有壓 有壓 就是有感覺 他們感覺到你是有 expectation 還有 譬如你想他入會 這樣 就會感覺到他很銷售 那你就變成整件事很銷售 但反而 就是他更加願意 會去做出他的改變 就是去入會使用產品 是的 還有一些timing timing 我覺得都是其中一個 就是 the know today doesn't mean the know forever 是的 就是他今天說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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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所以我們stand by 就是 又不要說 三個閘 就三個閘 就閘了那個人 就是outside of the circle 反而我們有時候是 就是 just be open 就是大家在這裏 就是大家在這裏 的relationship 就是 關係繼續在這裏 都他ready 我們就ready 沒錯 非常之同意 我呢 最近 亦都是 跟那個 不是 另外一個 不是 Yung Living 的一個 直銷的朋友仔 有jam 東西 其實我都會鼓勵 跟不同的 industry 的朋友仔去 分享 我jam 到 以下下來的 一個分享 我自己覺得 挺正 自己贊自己 其實 我們Yung Living 我們Yung Living的 Journey 其實很有趣 其實是 由 使用者 Trier 去到 使用者 那個Stage 然後 去到 愛好者 愛好者 你要用多些產品 然後變成 Lover 然後 去到 sharer 然後 去到 builder 經營者 再去到 Leader 這個是 我們Yung Living的Stage 大家可能也聽過 我們作為 Leader 或者介紹的人 如何 從中 令他變成 一個 builder 或者 Leader 我想 告訴大家 其實 我聽過很多人說 很難找 builder 其實 其實 怎麼找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 真的有零 去找一個builder 其實是不容易的 可以說是很難的 這些真的是 東西來的 大家聽清楚 大家看回 compensation plan 就知道 其實 你看回 Numbers 我們是99.9% 都是 用家 OK 真真正正 收緊 commission 是1% 然後 Silver 以上 是0.1% OK Diamonds 是0.1% 是嗎 Silver 是 Silver 是1% 是嗎 是 Diamonds 是0.01 是的 SILVER 是1% 即是 SILVER 然後 Diamonds 以上是0.01% OK 所以你想想想 那個機率 你要 anload多少人 才有一個builder 所以 其實 要這樣 一來 叫他做builder 我自己的經驗 其實 不容易 幾乎是很難 還有 很多時候 一來做builder 很快就 很短暫 很短暫 是的 錢 是的 S2 是的 真的 很難 很難 沒錯 我們作為leader 怎樣可以 將一個trier 去到一個leader 即builder 甚至 leader 其實我發現原來 我們是需要 慢慢 從中 當然 用心去介紹 還有 去add value 剛才Sylvia有說 如何 加價值 到那個人身上 然後 在他變成 member的時候 其實 我們簽了他做會員 不是拍拍手 拍拍屁股 就離開了 其實 反而是他的開始 你和他的開始 因為我們透過 頭幾個月的follow up 是慢慢和他發掘 那個產品的 wow moment 的magic moment 不斷地發掘 因為不斷地發掘 這樣的wow moment 和magic moment 就會令到 他慢慢由使用者 變成愛好者 然後 再由愛好者 你們有沒有發覺 你很喜歡的東西 你會不停地分享 你會忍不住 你會忍不住 是的 尤其是 例如看電影 或者是 有一間餐廳 你吃了道菜 哇!很棒 然後你就會 很忍不住地 跟別人分享 好了 所以 Yung Living 一樣 最後一個 提示給我們 Yung Living 就是 其實 就是 不停地 跟他分享 找一個wow moment 的時候 然後 再鼓勵他 去做一個builder 但是 當他 提示了自己 builder的時候 往往 這個時候 他就會 有壓力 因為 提示了自己 那我每個月 要簽幾個人呢? 哎呀 糟了 這個月 簽得一兩個人 不夠 那麼 你的信心 就會慢慢 被減弱 然後呢 他就會 可能由builder 變回去 lover 或者 sharer 或者 甚至於lover 哎呀不用了 我用產品 我很喜歡這些產品 但我不做這個business 這樣 那麼你就要 用平常心 又不好 expectation 然後呢 就慢慢去稱讚 去鼓勵 他去 繼續用產品 再繼續跟他發掘一些 的 wow moment 令到他再去變成 一個 sharer 然後 再去builder 所以呢 其實在這個stage 他會是 shift來 shift去 會由builder 或者甚至 leader 變回builder 或者變回 lover sharer 甚至 user 所以是 靠我們 是的 是的 去鼓勵 不停鼓勵 所以我覺得 在雞蛋裡面 挑這個雞腿 去讚是非常之有用的 所以多些鼓勵 其實呢 我們要降低 我們對他們的 expectation 他們只要肯做 肯分享 肯用產品 其實已經是一個讚 所以他做些什麼 我們都讚他 那他就有繼續的動力 我們去抺ritt 然後請大家進 był這個洞 few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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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que 無極